放寒假有建议小朋友总是离不开3C产品 因此新北市学童关怀协会 是特别举办了羽球东令营的活动 市议员蔡建棠也亲自到场为小朋友们加油打气 同时还不忘提醒 最好是透过运动取代玩3C电玩 让寒假过得更有意义 小朋友放寒假了新北市学童关怀协会 特别举办羽球东令体验营活动 并且邀请到了市议员蔡建棠 到场为小朋友加油打气 同时还不忘提醒大家 最好透过运动取代玩3C电玩 那么球员还能够达到交流学习的益处 学童关怀协会 办暑期羽毛球比赛 当然最重要要希望我们大家来推广 因为我们认为小朋友在寒暑假 希望能来参加活动 不要每天在家里 然后看电视 玩电手机 当然让小朋友一个安全 然后可以学习的地方 主办单位表示 去年首度开办这项活动吸引了将近90位的学生报名参加 因此今年寒假再度策划的目的 希望让学童走出户外远离3C产品的世界 这个活动是想要小朋友在寒暑假 遠离3C健康 让他们可以走出户外 展现他们自己的一个潜能 让他们不要活在3C产品的生活之中 不少家长陪同孩子一起来体验 增进亲子之间的情感互动也达到了寒暑假娱乐的意义 让小朋友能够出来运动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比起小朋友在这个平常都只会看3C 然后这个会对自己的眼睛有妨碍的话 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运动非常有意义 因为我喜欢打雨球 然后刚好爸爸也喜欢 所以爸爸就教我打雨球 然后雨球会让身体流害 然后身体健康 然后不要看手机 可以不用看手机 比赛结果总有胜负之分 议员还赞助了最大的奖品 给予选手们最直接的鼓励 此外看到活动现场担任指挥 勤务工作的新庄中港民房分队 蔡建棠也依依上前握手之意 感谢大家的辛劳 记者黄又贤新庄采访报导